大家好 這是遊戲廢人 2月13從上線到現在 相信很多玩家都已經有研發出自己一套的技能玩法 目前遊戲裡面的符文全部都可以升到傳說 但還是有區分成一開始基底是 普通 基底是魔法 還是基底是稀有這三種 雖然說大部分玩家可能會想說 那當然就是要追求基底是稀有的 的確基底稀有有一些是特別強力的 但我們在搭配的時候其實大部分都還是用普通以及魔法來搭配 尤其是關鍵性的連結符文 就是少了這一顆連結符文的話 整個技能組合可能就會玩不起來的情況 通常是發生在基底是魔法的連結符文上 而基底是魔法連結符文 一定要靠合成或者開工位箱才能夠取得 那今天就想說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目前基底是魔法的符文 每一顆的個人評價 那也算是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那首先先從紅色符文開始 近距傷害征服 這一顆我並不會很推薦 因為會沒辦法打出狀態異常 這款遊戲太吃狀態異常了 你少一個狀態異常 我個人覺得還是比較吃虧一點 再來搶先攻擊 這一顆我也完全不推薦 因為他只對滿血怪物有效 再來就是一級 這一顆我給他的評價其實蠻高的 接下來觸發技能上的話 他的攻擊以及司法速度減慢的副作用 就等於被抵消掉了 所以這顆我會非常建議 至少可以拿到一顆 再來受即時發動爭議 這個非常重要 我自己使用了兩顆 那我會建議每個玩家至少有兩顆 反正遊戲裡面常常會被打到 燃燒爆炸 這一顆我不建議 遊戲裡面的燃燒其實是很強的持續傷害 但這顆產生傷害的時候 目標的燃燒會直接消失掉 再加上遊戲裡面燃燒是分開計算的 也就是你主技能以及副技能都有燃燒的話 他會跳兩個燃燒傷害 對於不是主打燃燒的技能 你想打直擊的火屬性的話 其實是可以使用 但目前遊戲裡面 比較好用的火屬性技能 不管是火球 還是燃燒劍 他們燃燒傷害其實都算 佔比比較大 所以我不建議 去搭配這一顆燃燒爆炸 在發生控制狀態 在異常時 發動爭議 這顆我原本解讀是我自己被控制狀態的時候會發動 但換一個角度來解釋 也有可能是敵人發生控制狀態的時候會發動 那因為我自己沒拿到這一顆 所以沒辦法去評斷 但如果是前者照我的 想法的話 那應該就是可以搭配正義的吶喊 不過 不管是哪一種 他可以使用的情況都非常有限 所以 這一顆也不是那麼必要 再來威力呼喚 這一顆我不是很推薦 持續時間只有3秒鐘 問題是冷卻最短的吶喊 冷卻時間都長達15秒了 更別說正義的吶喊 冷卻時間長達25秒 再來這些是 無法成長的符文 無法成長的符文都是從 工會符文箱可以取得 只要命中 身上就會有5秒鐘的buff 所以你只要串在任何 可以造成傷害的技能 因為我現在是使用普通在做傷害 我的攻擊技能上面 除了有串增加異常狀態之外 其他的我就是串了 增加 倒具吸有度增加金幣的獲得量 增加符咒的獲得機率 這些都算是蠻有用的 那我個人評價裡面認為比較有用的就是 金幣 倒具吸有度 精華 以及元素 這4個 強化握力 看起來傷害增加很多 但因為他減的是命中 減命中實在是太傷了 所以這顆我並不推薦 再來是上次增加的 抵消反擊 這顆很有趣 因為遊戲裡面的反擊傷害 並不會很痛 所以在低吸有度的時候減少85% 老實說沒有什麼太大的用途 但是 如果升到吸有以上 被反射以後身上會出現 持續回血的狀態 即使受到那些反射傷害 你的血量都還是會持續增加 更別說到傳說的時候 你只會受到5%的反射傷害 但你會回3%的血 而且你還會回魔 要不要為了保命而裝這顆 其實我覺得 也不是那麼必要 只是對於 如果在反射的關卡 你有回血回魔的必要的話 這一顆其實算是有一個 蠻奇特的效果 再來就是我現在最想要的 恢復元氣 這個是連結在防禦強化技能上的 連結石 它可以讓你的防禦強化技能 再多一個額外的效果 而這個恢復元氣 就是有長達10秒鐘的 復甦力 另外旁邊這一顆集中防禦 跟它是相同性質的 只能選一顆來裝 紅色符紋部分就到這裡 再來就是綠色符紋 多重弩是你玩弩召喚 百分之百一定要拿到的技能 你沒有這一顆就不用玩弩召喚 再來集中 問題集中效果必須要拿盾才有用 目前我們的禁具傷害玩法 大部分都是沒有拿盾的 所以這一顆會變得比較尷尬一點 可用的情況會稍微比較少 極殺石發動咒紋這個沒有什麼用 因為目前沒有絲暴類的技能 多重並列發射 如果可以支援多重並列發射的技能 我都認為用多重並列發射會比較好 但是有太多的技能不支援多重並列發射 像是連續射擊這一類型 或者我上次玩的冷凍箭矢 多重發射還是比較萬用 如果要升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推薦優先升多重發射 火球術使用多重並列發射會蠻不錯的 更容易讓一隻怪同時吃到兩顆火球的爆炸傷害 再來就是同樣是無法成長系列的 那我覺得最有用的就是這一顆 發現的道具稀有度增加 那這顆我有拿到 我現在是已經裝上去使用了 另外技能符文 以及連結符文 這個我就覺得還好 效果強化我也有使用 但它的成長幅度其實 並沒有說到非常的高 有可以加減用 但是 沒有其實也不強求的一顆技能 接著就是遊戲裡面算數一數二強的 沒有任何副作用的 物理投射物傷害增幅 它不只有增幅還有額外增傷 那這一顆我沒有拿到 如果有拿到的話 我就直接給我標傳升任體使用 迅速呼喊 這個用途並不大 因為我呼喊應該大部分都直接使用自動觸發 所以也不需要使用這一顆 萬能 它的效果看起來 並沒有到很強 但因為它是連結在攻擊強化技能上 所以等於是讓你的攻擊強化技能有一個額外的效果 有拿到有額外的空格 能夠接就接上去 那如果沒有額外的空格的話 這顆也算是不強求的連結石 快速設置弩 同樣也是玩弩砲用的 因為弩砲沒辦法帶著走 所以重複釋放的頻率會特別高 它也是有增加弩的攻擊速度 也不至於放了就完全沒有任何傷害提升 那最後一個快速設置圖騰 20%真的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有試過點黃到攻加了50% 釋放圖騰還是感覺很慢 所以這顆我完全不建議 綠色連結符文部分到這裡 再來就是藍色 我非常建議一定要拿到連鎖 即使它有傷害減幅 但我現在玩標槍深淵體 現在玩起來比以前順很多 結果我後來想到 稍微犧牲一點傷害 改接連鎖 在青小怪上面效益真的好非常多 但連鎖效益要好 至少要升到稀有等級 這樣子你才可以連鎖兩次 只連鎖一次稍微有一點不太夠 再來就是元素傷害增幅 這顆是所有元素玩法 都非常建議使用的傷害提升 不管你是玩哪一種元素 都非常建議 一定要裝一顆元素傷害增幅 最後一集 這一顆在魔法等級的時候 看起來並沒有很強 如果你稀有度提升以後 對60%以下的敵人就有用了 只是要完全達到最大的效益 還是要20%以下 因為沒辦法全覆蓋 我個人並不會建議 一定要使用這一顆 效益並沒有像是 元素傷害增幅 或者執念這一種來的優先 捕蟲傷害 雖然會讓捕蟲受到傷害增加25% 但反正捕蟲死掉就在叫 這一顆如果有玩捕蟲的 拿到就是一定用 電力衝擊 這一個可以說是暴擊玩法 最重要的一顆石頭 單純靠裝備以及紅道弓 很難撐到目標暴擊率 圖騰輕和力這個 不太好用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使用 衝擊這顆我也不推薦 因為它是在玩控制流 那我之前在冷卻箭矢那邊也講過了 王雖然會吃控制 但是那個控制狀態只出現一瞬間 所以這顆我並不推薦使用 再來就是加速力 這一個我也不推薦 因為它必須要暴擊才會觸發 那扣除掉加速力的部分 剩下的提升幅度並不算很大 而加速力我們在黃道弓裡面要 要點出來其實這蠻容易的 所以一般來說我會建議加速力 要嘛用黃道弓 要嘛用聖物 就不要靠這一顆了 接下來同樣是一些 獲得機率提升的 連結符文 裡面比較推薦的就是精華 以及元素這兩顆 再來就是資源消耗減幅 就減少你消耗的魔力 如果你的魔力很不夠的話 就可以使用 但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保存魔力這一顆同樣也是 減少你消耗魔力 但我自己使用起來 其實沒有資源消耗減幅來的直覺 就實際跌起來來說 效果會比資源消耗減幅來的好 但就是必須要持續輸出 再來就是防護罩吸收 如果你是玩防護罩流派的話 這顆就可以考慮使用 以上就是目前連結符文的 總評價 雖然說可能講的 稍微比較容統一點 但是大概就是我自己對每個符文的心得 就給大家做了一個參考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